大家好 焦點視頻 李應聰風水命理的時間 現關幕 又見到我們的李應聰師傅 Hello 大家好 今集再歡迎大家收看焦點視頻 李應聰風水命理的節目 上一集跟大家分享過打工仔 正財 怎樣能夠有機會升職 還有價錢可以給身邊的同事加得多一點 很多時候有些人升職 可能有些政府公務員的工作是要考試的 上一集跟大家講過的正財方法 也可以吹獲你的考試運 大家可以多多利用 今集就要照顧一些做生意的朋友 做Sales的朋友 或者一些叫做自僱事業的朋友 如果你是要吹生意財 所謂編財的話 那又應該要留心什麼為止呢 好了 我們看看這幅圖 現在你看到這幅圖 也是我們上一集所講的九宮飛星八卦圖 七雲日鐘 順飛 看到有這些數目字 我們如果要吹這個編財的話 我們就要留意東北位置 即是一仔的位置 東北這個位置 第二來說 就要留心西北八仔的位置 這兩個位置都是有這樣的用途 好 首先來講 一仔這個位置叫做一百貪狼星 屬於一些編財的位置 如果我們要吹旺這個編財 一百在五行裡面是屬水 那我們要怎樣去吹旺呢 最基本的最簡單的方法來講 就是這個位置裡面 放一個會動的水 會流動的水 我所講的就是流水擺設 流水擺設 當然如果你說剛好這個位置 就是可以養魚的這樣的情況 那你養魚的水就會動 游下游下 他就說我不要養魚很麻煩 那我們放一個流水擺設 即是那些呢 譬如有一個兜 有一個球在轉 水會動的 那些叫做流水擺設 可以放這個位置 那如果你說我 是家裡不方便放流水擺設 例如 可能你會覺得 因為它會有聲 可能有水聲 你會覺得很吵的這樣 那如果你不放流水擺設 那你就拿一個 一個圓形的玻璃瓶 這樣的情況 底部要闊一點點的 那裝滿水 放這個位置 那都不是說不行 但是因為流動水的力量 你才可以吹旺它 有一個生氣 就這樣放水的現象 那個效果 是會比較慢 和會比較減弱一點點的 那這個你叫做一個 放一個流水擺設 放在這個 東北的位置 那因為呢 這個是一個動動的水 在睡房裡面來說 就不是很適宜 放一些動動的水 因為是我們休息 睡覺的地方 所以這個流水擺設 只適宜放在廳 或者你office裡面 或者你做生意的店裡 的東北方這個位置 東北這個位置 那這個就是吹偏才 就是說 多了一種生氣的現象 第二 通常我們如果 是做一些叫做 我們可以叫做人丁的位置 那這次來講呢 我們在擺這個 八仔裡面 西北方就擺什麼呢 我們可以擺八個公仔 我們可以擺八個 小男公仔 小男公仔 小男 是啊 小小的 因為呢 這個八呢 這個位置呢 八這個位置呢 是近 近掛 近掛 特別是少男的意思 因為擺八個小男公仔 你不買個女的 只是買個男的 即是結婚的公仔 又或者譬如你在一些茶藝店裡 有些紫砂茶壺裡面 有些紫砂公仔 將它 像不小身一樣 要浸完水 然後噴噴噴噴噴 那個醉而已 就是噴噴水 他叫做少男公仔 八個 登在一個 西北的位置 這個呢 就用來催黃人氣 這個呢 就用來 推動 生意的流動 所以要是放這兩個位置 那你 譬如你去做壽東西 那你做生意 那個力量 都會是比較 大的情況 那如果你說 我是 我是 我想做投資,我是炒股票的,炒股票不需要有人丁,你自己在電路面前炒 我們又要催旺些什麼呢?如果你是想幫助你自己投資,投機的 那你就不是吹這個八仔,首先你吹這個一仔編才 另外當然你要去賣賣,你的腦最重要是清晰,我們所說你要聰明 才能夠在2020年股市大起大陸的情況才有機會能夠獲勝 如果你是出一些投機分析的時候,我們就要把力量集中在4位置 和3這個位置,3,4是屬於文書,4來講就是比較文職方面的文書 就是你買渣菇,你不要買升,就可以按錯鍵買跌,買跌,買升 第二來講,3這個位置叫無職功名,這是屬於二傲功名的東西 你炒股票不是這些正常的文書 這兩樣東西,我們可以怎樣吹旺它呢? 我們可以放一些紅色的物品,即是在3,4裡面來講 放一些紅色的物品,紅色的東西 把一些紅色的東西,將一個木轉身為火 令到人木火通明,晶晶晶晶晶聰明一些這樣的情況 比較容易在信息碼裡面,你就能夠做一個比較好的決定 這就是我們所講的偏財,一個投資和做生意,吹人叮這些形態 就是這樣的情況 如果你說,假設期間,家裡又有人做打工,又有人做生意 你唯有就是這3個位置,即是186這3個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記不記得我們上次講,就是放在這個同財神 你唯有家裡太多人在那裡放,不然就放在各自的書房 或者各自的書樓空間,一個這樣的地方 師傅,你知道有一些物流公司,多勞多得,最重要是人叮 那會不會好像你這樣說,在8個位置,又放8個少男公仔 然後又放一個聚保盤,可以的,沒問題的,可以的 如果你是一些不是屬於偏才的東西,但又要物流,需要人叮 那你會聚在8個位置,可以的,那就不錯的,可以的 OK,其實我覺得,如果在一些風水上面,有任何的疑問 都不妨可以在我們的影片,留言的 好,留言之後,我們下一次的時候,見到一些問題 我們再解答讀者的查詢這樣的情況 那麼,報風水局,無論你是報政才好,你做編才好 那麼,冬至之後就可以開始報了,2019年的冬至之後 即是12月底的情況之下就可以開始報了 不需要等到立春2月4日才報,因為冬至一陽生 冬至之後,明年的氣力就會開始進入 所以12月底,2019年的12月底,你就可以開始報這些 正才和編長的風水局 OK,那好了,如果下一集,大家有些什麼疑問呢 其實呢,好像剛才這樣說,可以留言了 那麼,我們來看看下一集,李應聰師傅 還有一些什麼其餘的原學風水問題 和我們研究一下 下一集,和大家去講一下 怎樣去選擇一些當運的樓,好嗎 好,那我們下一集再見,李應聰師傅 好,謝謝,拜拜 拜拜